心灵美才是真正的美 大家 如果我说每个人都爱美 相信美人会反胃吧 可是人们往往重视的只是外表而忽略了内心 其实只有楚冬杰的心灵才是真正的美 心灵美是一种美德 大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 美德好比宝石 它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显得美丽 没错 其实每一种美德都出自于善良的内心 它让人们虽然起敬 无论一个人的形体和容貌是否美 人们都会为它心灵的闪光点而感到自豪 您瞧那平凡的花生 它的果实埋在地里 不像桃子、苹果、红毛蛋那样 把纤红的果实高高地挂在纸头上 让人一见了就喜欢 它虽然矮矮地长在地上 然而它却用自己的果实默默地为人类奉献着 这就是美 您再瞧那甜蜜的骨虫名手啊 青蛙它也没有迷人的外表啊 但是它却任劳任怨地为人类服务 这也是美 孔雀们对果王榴莲该不会陌生吧 榴莲的样子很丑怪了 简直是其貌不扬啊 它那一身的尖色 让人想要掰开它 却不知从哪儿下手 一目六神还得让它给扎上呢 但是它里面的肉却是香甜不必 这就是内在美啊 同学们 正如古人说的一样 海外一线 人老朱坊 外表美是容易凋谢的 只有内在美才是永久的 科尔顿说过 美丽的身材可以吸引心目准 可是如果要永远地吸引他们 需要美丽的灵魂 我还记得曾有人讲说过 美是群结的代名词 是奉献的代名词 是创造的代名词 创造的代名词 使着今日金律棋外 办事之中 绣花枕头一包好 开始大比赛 他们只有外表上个美 腹中空空没有真才实现 只不过是一个 工人观赏的花瓶而已 我曾不读过这一幕 一位年迈的老人 上了一辆公共汽车 站在一位年轻小姐的座位旁 大量是否有客位 这位打扮的花枝招展 看起来非常高贵的小姐 不但不让座 反而露出厌恶的神情 嫌老人靠张了她的衣服 这时 一位一桌朴实的姑娘 从她身旁站起来 轻轻地说了声 老婆不让座 她主动地给老人让座 顿时 全车厢的人都向这位姑娘 投去了战区的目光 看了这一幕 不明白了 心灵被盛与刑提的门 现在二十一世纪 年轻少年少女出门前大约得花三十分钟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 不一只是为了一名入目 接下来呢 就是狂买化妆品 名牌服装等等的花生意大笔根本不必要的前菜 她们如此疯狂地修饰自己的外表 可否也想过 自己 是否也同样地重视 言行举止和礼仪吗 也惊人 其实最能够令你们感到骄傲的不是美丽的外表 而是属于你们自己美丽的灵魂 学们 让我们把闪光的美德和美丽的外表结合为一体 让美放射出真正的光彩 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合格揭摆人 谢谢